今天来水一个视频啊 为什么要水视频呢 因为今天拍的视频的时长都蛮长 如果加好字幕发出来就会很晚 所以说就拍一个视频 说说今天发生了什么啊 第一件事情就是 有一个融仓的粉丝 他家里面买了一个沙发 然后家里面也放不下了 拿去卖了也卖不了多少钱 他也看到我们在做旧房改造这一块 问我有没有需要 我第一想到的就是把这个沙发 拉到和苏家里去 然后上午也叫了两个车 拉过去了 花了三百块钱车费 放在他们家也蛮好的啊 我觉得和苏那个家里面 放一套沙发虽然是旧的 也蛮好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王哥把周鬼龙带到我家里来了 说实在 我做自媒体两年多了 我只带过王哥一个人到我家里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去欧总那里 我把衣服给他 给他一点衣服 然后当时我也给他说了 我说 任何人都不要往我家里带 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呢 因为我是做自媒体的 对吧 然后呢 接触的人也比较多 比较杂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罪人了 这也不是说看不起人 瞧不起人 飘了 没有 这是一种 自我保护的一种行为 因为家里除了我 还有我家人 对不对 今天王哥把周鬼龙带来了 其实让我挺惊讶的 因为我之前给他说过 不要带人来 既然来了 我也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做了 对吧 周鬼龙来了 目的是给我道歉 道歉不是让我非常满意 但是我也能勉强接受吧 为什么呢 因为和周鬼龙相处两年了 我也了解他 有些时候 他是意识不到有些东西 就像横店的三哥 王继剑等等都是一样的 他们意识不到 可以去理解 也可以原谅 不给他计较 说到这里了 就会想到 很多在评论下方 或者私信 还有直播间说 话题比较多的就是 不要拍周鬼龙了 不要原谅周鬼龙 甚至有些也说 再拍周鬼龙就取关 也有很多人说 蛮喜欢看周鬼龙的 希望还可以拍周鬼龙 其实我也挺为难啊 我也不得不考虑 大家的这个意见 因为一个一个问题 如果只有三五个人在说 可能那就不用管 为什么呢 你满足不了所有人 如果是很多人在说的话 我们就不得不考虑 对吧 然后我今天在这里想说了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理解 一个是理解 扬百万 一个是理解 周鬼龙 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 有些东西 他们是自己意识不到的 对吧 其二就是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 没有坏到骨子里面 没有那种 每天就想着怎么 怎么来坏你 处心几率的来搞你 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每个人都有毛病 我身边的 你看我自己 小鱼 等等等等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坏毛病 对吧 如果我们都盯着他们身上的坏毛病 那会过得比较累 多看别人的优点 那可能会过得通透一点 没有这么累 是不是这样一个意思 对吧 所以说 接这个视频 也希望大家理解一下 多多见谅 多多理解 好 这个视频就水到这里 拜拜 拜拜